您好,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 看完了节电多媒体制作比赛社会组的前三名作品 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看学生们的精彩创意 学生组第一名的节电小英雄 利用可爱的画风和类似电动游戏的卷轴操作 告诉大家节电就在每天的生活中 这些随手的小习惯你知道多少呢 你知道人的一天能透过哪些微小的举动来节电吗? 减少开关冰箱的次数 将冰箱内部的物品维持在7分满以下 并且让冰箱距离墙壁10公分以上 以保持循环顺畅 将衣物累积一定份量在清洗 避免使用烘衣机 让太阳自然晒干 减少搭乘电梯 走楼梯让你健康又节能 开启冷气前 记得将门窗紧闭 拉上窗帘减少阳光照射 并且将冷气温度控制在26-28度之间 搭配电风扇使用 下班前10分钟 先将冷气调整成送风后再关闭 离开前将所有电器用品关闭 定期清洗冷气滤网 观众场所也可以装上感应式的灯 避免不必要的电力浪费 下班时一样选择走楼梯 轻松又省电 哎呀 灯坏掉了吗 换上LED省电灯泡吧 电视不看记得关上 也可以将不用的电器插头拔掉 减少待机电力损失 睡前记得将冷气定时关闭 一整天下来的节能小妙招 你学到了多少呢 和我们一起成为节电小英雄吧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感谢您的观看